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卡洛斯 我記得一年多前我曾經做過一集 有關阿加力的切割和熱處理方法 當時我還介紹了我們在科技教育裡的一個範疇 就是物料和結構 但由於後來教學環境轉變 有一段時間沒有再關注到阿加力教育片的運用 直至最近我和舊同事一起吃飯 竟然有一位舊同事胡錦苑校長 他跟我說原來他有在這個平台上 看過我教阿加力教育片這一課 胡老師不是教D&T 他對阿加力也有興趣 自然因為他覺得阿加力的處理 在家居上都非常有用 因此我這次再接再例 拍多一集有關阿加力的處理 而放在我的家居DRY系列裏面 我相信大家給點心機 都一樣可以學到 好了 今天我教的處理方法是什麼 就是一種稱為衝壓成型的技術 很多人會把衝壓成型和壓素成型混亂 壓素成型稱為Compression Molding 就是把熱固性的粉末加熱 而用上下兩個武具 將融化的粉末壓榨成型 但衝壓成型就不同了 因為衝壓成型所使用的原料 是平整的膠片 而衝壓成型英文就叫Pless Molding 膠片當然同樣需要加熱 然後才會軟化 同樣經過武具壓榨 一樣可以成型 而且這塊阿加力膠片可以很大塊 所以你有這麼大的武具 就可以壓出這麼大的阿加力成品 畫它你會覺得處理上更加像是真空吸索 只不過我們不是用真空 而利用木模去取代大氣壓力 去壓榨膠片令它成型 而當然在學校的工場或者家居 我們只能夠做小小的武具 而上下武具的做法就有些缺點 因為你看到邊緣是不漂亮的 就要做多一個工序去剃走邊緣 這樣就麻煩很多了 所以我們今天所用的武具 經過卡洛斯改良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面前這些阿加力的製品 就是用這個方法製造出來的 我今天主要是希望教大家 利用一些揪手的材料去製造這個木模 而更加會講完衝壓過程中要注意的細質 今天還有一班朋友來自聖德中學的七位老師 跟我一起做節目 這一種木模不是我發明的 很多老師都在用的 但是一般就是用一些木塞 Dowell來做的 但是我小想不到在我工場裡面 找到幾百個這樣的錯柄 或者是燒烤叉柄 那哪裡用到那麼多 於是我靈機一觸呢 就打算利用它來代替木質 由於這些錯柄比較粗 我估計用它來做木模 壓出來的阿加力成品更會漂亮 但是我這個影片說明是家居DIY 如果家裏沒有錯柄又怎麼辦呢 那你拿地拖滾 切開幾折 一樣可以做到相同效果 至於切開幾折用什麼方法 有機器當然是用機器 沒有機器了 甚至棍子夾在虎鉗上面 用手腳來鋸開 應該都難不了大家 割完之後 打磨的道理也一樣 有機器用機器 沒有機器就拿了木工砂紙 人肉慢慢磨了 之後就要準備一塊木板 大小隨意 但是首先要畫出兩條對角線 因為對角線的相交 就是木板的中心 大家在數學堂一定學過用圓規 使用適當的距離做半徑 首先畫出一個圓 由於我想做一個六邊形的碗 所以我透過圓心畫出一條垂直線 而利用垂直線和圓周相交的一點作為圓心 用剛才的長度來作為半徑 在圓周上面割到兩點 之後用垂直線割到圓周的另外一點作為圓心 又再割到兩點 學過數學的同學應該知道剛才的方法 就會將圓周分為六等份 所以一會兒只需要在六點裡轉洞 就可以安裝我剛才準備好那六個錯柄 又是那個問題 如果有電鑽的 當然是用電鑽來轉洞 但是其實就算不轉洞 就這樣用木瓦羅斯扭穿洞 也都沒有說不行 至於錯柄那邊 可以用電鑽來轉道孔 然後就可以直接扭螺絲穿過木板 扭到手柄那裡 這種木模的不同之處 就是六支手柄沒有嚴格限制 壓出來器皿的形狀 而只是管住六個方位 至於上方的模具就更簡單 只是一個給六個手柄管住範圍 小小的一個圓餅 隨便找一塊木板畫出來 然後跟著邊鋸出來就可以了 同樣如果你有打鋸機就方便得多 如果沒有打鋸機的話 就用線鋸把它鋸出來 最後我們在圓餅中間的心 也都安裝一支手柄 整套模具的製作 就算是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接著我們就要準備沖壓所用的膠片 膠片的大小 應該比六支手柄的外景大小小 例如我現在這個情況 就需要切割出直徑220mm的膠片 放入焗爐加熱之前 記得先去阿加力表面的膠紙 在正式加熱之前 我建議你先來對一對位 演習一下沖壓的過程 以免一間手忙腳亂 好了正式操作了 讓我介紹一下這部焗爐 這部焗爐最高可以加熱到300度 而壓的膠片達到150度 就已經軟化 適合用來沖壓 所以沒有這種工業焗爐 用家用焗爐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 焗過膠片就不要用來焗食物 為了加熱得快 我們一般會把溫度調到250度左右 達到差不多溫度 我們就可以把膠片放進去 過程中記得戴著防熱的手套 而經驗告訴我們 在這個溫度之下 阿加的膠片放兩分鐘左右 就已經軟化了 在這個時間 最重要是快手快腳 把膠片拿出來 放在六條木條之上 然後立刻把上武壓下去 剛才我已經說過 我這種改良的武具 是沒有限死器皿的形狀 所以趁著膠片更熱 你還可以把六邊的圓角整理一下 令到六邊平均 這次做出來的器皿 漂亮就漂亮 但是薄了一點 製刮刀子殼 勉勉強強 用來製糖果 但是我嫌它不夠深 於是我立刻做了另外一個武具 而壓下去的圓柄 這次是很小的 而我還在膠片中間 刻上這個圓的大小 方便壓模的時候 用來對位 好 我們一齊看看加熱之後 沖壓的過程是怎樣的 這次做出來的大小 和深度 都幾合我的意思 既然這麼成功 當然是找同事和學生 來做白老鼠 來做白老鼠 看中間就漂亮了 嘩 嘩 嘩 小小 嘩 小小 這些是藝術來的 正不正確 圓正就已經漂亮了 少少 話都沒有這麼巧 在我完成了這兩個木模 和進行了試驗之後 同一天 就有七位來自聖德中學的老師 來探訪我 自然也要他們一齊體驗一下 於是他們一齊學會了 如何操作這個雷射切割機 和一起玩一下 Press Mode 左手拿 右手探討 左手探討 左手探討 右手探討 因為放在這邊 10秒 10秒 正確10秒 根據他們七位所說 全部人都未學過D&T 所以如果他們都能做到 家裡的你一樣做得到 來啊 時間都很難過 15秒 15秒 差不多了 速度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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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著滑 慢走 快快 慢走 5秒 5秒 1秒 夠了 好 山門 你已經很山門 哇 已經 кру了 吹了 你 來 可以 可以 你可以做如何 3 2 1 左手 快點不要慢慢吞 快點 對 對 自己弄一下 弄得不好 拉三邊 拉三邊 拉 你要爽手一點 你有點慢 麻煩你壓一下 藝術感 拉到那邊 自己創造一下 你是藝術人 壓住它 壓住它 不是沒有平底 壓住它 這個壓住它 大家看到其實技術真的不複雜 昨天來參觀每位老師 他們都很開心地拿走一個自己的製成品 希望今天聽完卡洛斯的講解之後 大家都可以想想方法 如何在木帽上放點心機 以至於可以利用這個衝壓承認技術 製造一些不同款式的器皿出來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 和分享出去 拜拜